今天的新闻朝我看 今天的朝我看我们从两位贪官开始 第一位是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绍华 中纪委发布消息说 廖绍华涉嫌严重的违级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要说这位老兄的确是一个演技派 在任上的时候一直高举党风廉政的大旗 多次公开强调反腐畅联工作 就在今年的六月 他在遵义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乐活动当中 还提出领导干部要倍加珍惜人民的信任和手中的权利 从反面典型当中要汲取教训 他这话音刚落自己就变成了反面典型 台上很斯文 到了台下那就是个斯文败类 戏演的再好又怎样呢 无非徒留笑柄老脸丢尽 反腐反贪可是不是选超女选快男啊 这个演技没有什么用啊 不过说起来其实每一个贪官在任上恐怕都要眼上一眼 所以呢 反腐畅联 听其言不行 还得观其行 观其言 观其言